你把他run了之後 得到結果應該就OK了 所以我一樣把這個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防呆 如果你現在在run一定會bug 為什麼 因為這個名稱存在了 所以你不能說 是我直接再把他run一下 不行 因為他名稱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新增一個空白的 然後再把前面的這幾個有沒有 按序格鍵把它選起來一起刪掉 你才可以再去做一次 不然的話一定會有bug 名稱不能一樣 OK有沒有 1234 然後把前面這刪掉 所以如果你要在演練 你就先新增一個 然後把這幾個刪掉之後 再重新狀應該就會成功了 但是剛剛亂出來結果 可能馬上就有同學會說 老師可是順序有點怪怪的 我說沒有怪啊 1234啊 不對嗎 他說沒有 可是我們習慣是從左到右 可是我的習慣是從右到左啊 你不能說你依你還依我 對不對 就像說很久以前 我記得好像在 我很久以前 我那時候大概十幾二十年前吧 你看報紙的那個走向有沒有 一定是都是從 從從左到右 有沒有 然後曾幾何時不知道多多久開始 突然呢 那個報紙的標題 突然間變成由左到右了 以前是由右到左 你們回去 不過那已經是歷史了 以前的方向都不一樣 主要是因為中文跟英文的書寫方向是不同的啦 不管啦 可是如果假設突然有同意說 老師我可是我還是習慣從左到右 不要從右到左的話 那這個怎麼樣可以改 可不可以幫我改一下 就是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重新排序 排序有點麻煩 不如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下手 哪個地方下手 就是我剛好提到嘛 你在add的後面有沒有 空一格 他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敘述 就是說你預設的話是before before的話就是說 在你的左邊 before就是前面 新增哦 可是如果你想要新增的方向是在 右邊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加一個參數 叫什麼呢 叫apt OK 然後呢 所以變成這要自己打 apt 你剛才講說 我不要加在前面 我要加在後面 apt 冒號等於 也就是說呢 你要自己加上一個參數名稱 冒號等於前面是參數 後面的話 就是哪個參數 那apt後面是說 我要新增哦 可是你要新增到哪裡 你幫我新增到最右邊 可是問題來了 最右邊怎麼敘述 最右邊的另一個工作表 那我剛才有提到嘛 其實最右邊的工作表就這個啦 最 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要給他一個工作表 工作表 序齒 哪一個 最右邊的 那可是我怎麼知道最右邊是哪一個 因為這個數量不確定嘛 目前如果有四個的話 那最右邊應該就四啦 那怎麼知道是四其實很簡單一個方法 就是在刮戶裡面放這個啦 序著點抗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把它加到 永遠加到最右邊了 OK 所以哦 如果假設這樣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 最後刪除的話 可能就剛好顛倒 你可能就要刪第一個了 你不能刪 剛好他一直會新增到最右邊對不對 所以剛剛是把最 對 剛剛是把那個 最後那個刪掉 那剛好現在顛倒是一定是第一個要刪掉 這個我把它加一個中段 因為我不確定 所以我新增一個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要來run的話 我就把這個刪掉 那我建議啦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你最好是按F8 你不要沒事就直接跑很快 但跑很快 程式錯了也不知道哪裡錯 尤其是種你不熟的 一定記得要用F8慢慢跑 OK 按F8 跑一下 跑一下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新增到 記得喔 AFT冒號最右邊嘛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 新增的發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執行這一行喔 他得到的會是在這邊 那剛 如果沒加這個的話 是在這邊 OK 應該可以知道差別吧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個名稱改了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第一季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 在最右邊新增一個 有沒有發現 他在第一季的右邊 然後呢 把它改成第二季 以此類推 第三季 第四季 有沒有 然後跑完了喔 所以為什麼要把第一個刪掉 因為 你新增的 都會是在最右邊 所以 空白的那個 一定是在最 最左邊 OK 最左邊就是第一個 所以把第一個刪掉 所以其實關鍵的地方 大概改幾個地方 所以 如果跟剛剛的那個程式比的話 這一段 一樣我會把它 因為我有裝一個 Core Pretty 把它變漂亮一點 不然的話 自己塗顏色這個不太容易 然後呢 把它 這個 改這裡 然後 這邊改一下 這樣 這樣就OK了 方向就對了 那 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怎麼樣 再把資料 給放到我們指定的1237 所以 待會 就是在這個寫好的程式 的裡面 哪個地方 應該是在 增加之後有沒有 再把 這個地方寫一個敘述 就是再把它 執行這個 然後 這邊改成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所以會需要 呼叫它就好了 所以 待會會會講 如果兩個sab之間 我的關係 並不是說同時執行 而是說 我是透過5 傳一個參數 所以這邊的話 是傳一個參數 給4 然後呢 4接到這個參數之後 把這個參數再丟到 它需要改變的地方 去把它再跑過一遍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如何改寫 如果兩個你會串的話 那其實程式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不然的話 你說老師我把兩個寫在一起 對不對 可以啦 但是很麻煩 你兩個要把它寫在一起 這個都已經夠複雜了 你還要再把它放哪裡 你該不會要把它怎麼樣 整個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一塊吧 貼下來的話 我看也偷 OK 也比較不好debug 所以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第一季到第四季 顛倒的放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把那個 剛剛的下載加權指數05的部分 中間再加上 我看比較簡單的方法 應該就是去呼叫04的 然後只是傳個參數過去就可以了 試一下 好